來我們來看看這個柱子的事情 因為其實柱子在我們空間上 像這個小建築物它本身的佔比不會很大 那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先點一個 然後選擇這個隔離瓶的去看它 你看隔離瓶就可以快速的去找到它的存在 那我們回來看 如果說你看你這個要錯位的話 因為它一定是從邊邊開始放 那我們做第一件事情 AL 你打AL之後你去找這個邊界把它堆擠起來 趕快把它鎖定 好你看 當我這樣做 如果這個東西有變動的時候 你看 它 它是會從這個邊界開始走的 所以你與其去 想說要把它整個一起變動 不如做一件事情 我們回到剛剛的這個事情上 你看你可以這樣 因為這個建築物其實是錯動的 那我們的理論上來說 在於這個空間來講 它的 這個網格的柱線 它其實是一定自動去放的 所以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要把這個事情搞定 還有幾個方法 來 我跟你說一下 你看喔 像其實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在平面圖上去做 好 平面圖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假設因為其實柱子也不是很多 假設我們這個柱子在這一段 那你看這個細部線我們就用劃上去 好 我們又選擇線 這是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但方法其實很多種 你看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跟這個安卡就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選擇個禮品類 就看到其實這兩個柱子在這個位置 好 那你看這個事情跟這個事情 它其實可以把它一起圈選 然後直接移動 這是個方法 天空的方法就是說 這個跟這個你可以把它圈組 好 群組 那群組完之後你就可以直接移動它 你未來在動作的時候 譬如說你看 我這邊 等一下按到編輯 先把關掉 我這邊如果有像我們是你之前說的這個有變動的 好 譬如說像這樣 然後我我再把它變大一點點 寬度可能是50 乘100好了 好 像這樣 好變動 那你看哦 當我群組的時候 我先不要編輯 當我群組完的時候 然後 這是主力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當你就這樣有變動的時候 你只要做這個事就好 A-L 然後把你這條線跟這個隊一起過來 你看它就一起過來 也就是說你可以透過群組 你也可以透過很多種方式 當然 如果你要它完全都不動的狀況之下 它其實還有一個變動 你可以看一下右邊這裡 與柱線一起移動 這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有畫柱線的話 它就可以幫你一起連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假設你真的有畫柱線 而你畫的是在這個中心點 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畫的點都還是中心點 但你也可以畫周邊哦 所以如果你今天畫周邊的話 你看 好 這個我們先把它解鎖進去做 我們假設我們先將它的柱線移到這個邊界 好啦 然後 並且我們再用對齊 去對齊這個柱線哦 對這個柱線 注意看 你要對齊它把它鎖住 再對齊這個柱線 重點是你要先做這個動作 對齊這個柱線 然後把它鎖住 好你看哦 接下來我們來做這個事情 我當我移動這個柱線的時候 假設你真的變動 我移動柱線的時候 它就跟著移動 看到了嗎 好 那我們再來實驗一下 假設這個事情 它是改變成別的形式 看到沒有 別的形式的時候 它就完全 爬在這個邊界上 所以這就是初期設定的重要性 你這樣做它其實就可以連動 在開始之前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們影片的朋友 歡迎訂閱 以隨時收到我們每週精心分享的重點教學 tweaks 吃的 情人 都在下次致 認識